之前的比赛也有着出色的发挥 上一轮比赛双方都是判定获胜 拿好架势 多做腿 因为这个拳呢 咱们不占优势的话就这样做好防守 连续的单拳的连击 这是他得一技啊 下摆 然后是吸大钩再打平摆 是的 Kenters老扫踢 这个小伙子确实不错 看到钟维鹏的场外的指导 说不要跟他打这种节奏 应该直接毫不犹豫的发出进攻 这个时候看到Kenters虽然只有19岁 但是有这个老将之风 对 重拳来自于钟维鹏 对 坐着直线 扫踢来自于钟维鹏 好像是还是有一些顾忌 Kenters的重拳 对 把手曲变防守好了 重拳的拳打到了Kenters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发力 但是Kenters这时候表现的是更为的震惊 对 然后直接让高手拳打到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站起来 不要起那么快 起来了 我们看到钟维鹏真是满腔的怒火 对 刚才是 这段比赛的胜者即将就能够入围 《诸神之战》2016年的16强 对 左右闪开 左右闪开 不要闪了 围城鹏的边线上去 对 出来 现在看到Kenters还是在 又是一个 打不了了 哎呀 打赛总监托力臣呢 想必会给出最为公正公平的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当时确实是挨到两次的中击 两次中击确实就挨打中击了 你看自己他自己 你看刚才这一拳他自己就退了两步以后 你看这一拳扫到这个 对 耳根 耳根 打到这个耳根的这个有前提平衡啊 是的 很容易晕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小伙子确实不错 我们的这个中规棚呢 也很勇猛 也很硬朗 但是呢 我既不忍就不忍 没关系 我以后再接再厉 这无 篮放选手 在第一回合 两分二十二秒 KO获胜 看到是Kenters 要是Kenters 我以后再接下来的 我以后再接下来的 我以后再接下来的